知名北欧家具道府组装工人 招控不止口罩拉到下巴没戴好 还态度恶劣 甚至要在墙壁钻洞前都没有好好沟通 一连钻了好几个空洞 王小姐最后人无可忍 前前后后等了四次运送四次组装 结果最后架子组好超级晃 木栓还全都露出来垃圾也乱丢 王小姐和妹妹因为工作因素搬到台中出屋 到北欧居民家居品牌买了六万多块钱的家具 还加价三千多元道府组装服务 没想到是噩梦的开始 向业者讨个说法第一时间等不到回应 最后才用两张餐券退了九百元的组装费打发 他们处理上不积极 我还是亲自跑一趟 他才退我钱然后给了我餐券 真的是蛮不能接受的啦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又这样子的乱搞 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会不太能接受 业者坦诚确实有此事除了致歉 后续承诺会加强合作厂商的训练 不过知名北欧家居品牌主打道夫组装 结果消费者花了钱 却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在新闻将军阳谢云珍台中采访报道